民间故事 归奸 柳德胜 南宋时期的柳家村人 他从小家境贫寒 父亲早逝 与母亲赵氏相依为名 赵氏常年卧病在床 因为家中无钱买药 所以身体的病只能一直拖着 无法根治 靠着一点寻常的汤记续命 也因此 柳德胜小小年纪 就值得去镇子上的石园外家里做了放羊娃 同龄的孩子在学堂里摇头晃脑的念书时 柳德胜只能在山里听羊咪咪指教 为了更好的驱赶投羊 也为了打发时间 柳德胜开始练习如何用小石子砸羊 日子久了 还真叫他练出了这个本事 每次都能精准砸中他想要砸的地方 而且还能把握好力道 不至于打中了让羊受伤 也不至于打得轻了让羊没感觉 这一日 柳德胜先是照常安顿好了母亲 接着赶着羊群到了山坡上一处向羊的地方 他自己找了个大树下的阴凉地 一屁股坐了下来 任由羊群们四散开来在山坡上吃草 羊儿们都很乖 没有谁偷偷跑远 柳德胜也就放下心来 比起眼睛开始假眉 这时 他突然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呼喊他的名字 柳德胜 快来救我 晚了 你可就失去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柳德胜刷得睁开了眼睛 刚才那句话似乎不是从他耳边传来的 而是直接出现在他脑海中的 他四下观望着 目光所及之处 没有看见任何人 只有吃草的羊群 柳德胜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毕竟他可是做梦都想发财的 如果他有钱 娘亲的病就可以得到根治 自己也不用再过这种替别人放羊的生活 辛辛苦苦 最后只能换来一口温饱的饭 如果有钱的话 他就可以带着母亲去住大瓦房 而不是茅草房 可以顿顿吃白米饭 而不是粗粮窝头 可以穿绫罗绸缎 而不是破步麻衣 心里天天这样想着 柳德胜觉得自己脑海中 突然听到相关的话语也不足为奇 他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然而还没一会儿 那个苍老的声音再一次响了起来 而且比上一次更加清晰 这下柳德胜终于是坐不住了 他起身开始寻声寻找起来 终于在不远处的一片乱石丛 听到了动静 然而发出动静的并不是人 而是一只巨大的乌龟和一条粗畅的蟒蛇 乌龟笨拙地用头去攻击蛇的七寸 然而论灵敏度碳远比不上灵巧的蟒蛇 蛇总能轻巧地躲过去 并趁机张开嘴去咬乌龟的头部 这时乌龟只能将头再次缩回龟壳里 二者就这样斗得难舍难分 偏偏他们看起来能力不分高下 死死纠缠着彼此 但没有谁完全占据上风 柳德胜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观战起来 过了一会儿 蟒蛇渐渐占据了上风 乌龟看起来体力不支了 这时那个苍老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柳德胜杀了这蟒蛇 你就能发财了 这次的声音简直就像凑在柳德胜耳边一样 柳德胜猛地发现 就是那乌龟在说话 比起蟒蛇 柳德胜心里其实也更偏向乌龟 毕竟乌龟一直都是长寿的象征 而蛇则是害人的东西 如今听到乌龟说话 柳德胜故不上惊讶 只记住了他说杀了蛇能发财 他没有半点犹豫 从地上抄起一个石块 瞄准蟒蛇的七寸就打了过去 一击命中 蟒蛇被打疼了 松开了乌龟扭身翔走 柳德胜一个剑步窜上前 攥住了蟒蛇的尾巴 将其提了起来一阵狂甩 蟒蛇很快就瘫软了下来 乌龟见蟒蛇没动静了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抛开了蛇腹 取出了蛇胆递给柳德胜 柳德胜 吃了这蛇胆 你就可以开一个月天眼 柳德胜接过了蛇胆 请问老神仙 天眼是何物 龟仙耐心地向他解释 说着天眼可以帮助他看见 地下一张以内的任何珠宝 不过一个月以后 这个能力就会消失 所以柳德胜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但同时 有三种忌讳是柳德胜必须要避免的 其一 就是不能做盗墓的勾当 其二 是不能去挖他人宅园下的珠宝 其三 是不能伤害地下的动物 一旦违反了其中任意一条 天眼的能力就会自动消失 而且他已经得到的珠宝 也会一起消失 见柳德胜忙忙懂懂地点了点头 归先碾须而笑 我今日路过此地 不想遇到了这蛇妖 在他的强迫之下 不得已与他斗法 虽说你能杀死蛇妖 也是因为我用法术压制了他 但无论如何 你救了我 这天眼就是我送你的礼物 只要你紧尽那些忌讳 下半辈子 并然一事无忧 说完 归先就在柳德胜面前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 还有蛇腺的尸身 若不是柳德胜手上 还捧着蛇胆 他几乎要认为 刚才经历的一切 都是一场梦了 他小心翼翼地 将蛇胆收好 心不在焉地 回到了放羊的地方 直到傍晚回到家中 柳德胜都有一种不真实感 直到他将蛇胆掏出来 放在桌上 看着黑乎乎的蛇胆 柳德胜撕存了片刻 最终还是克服恐惧 一口将其吞了下去 一股腥味直窜天灵盖 刺激得他紧紧闭上了双眼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却发现自己 可以看清自家地下的东西了 几乎都是一些泥土和岩石 但已经足以让他兴奋不已 从这以后 柳德胜每每将羊群赶到山上后 就开始用天眼在地上搜索起来 果然看见了不少金银珠宝 同时 他也看见了许多坟墓里的东西 和地下的小动物 不过他牢记着龟仙的话 从未动过什么歪脑筋 也从不伤害那些小动物 出于安全考虑 柳德胜没有找人来和自己一起 挖地下的珠宝 虽然这样 速度会更快一些 不过他的行为 还是被母亲赵氏发现了端倪 尤其是赵氏在柳德胜屋子里 发现了他找到的大量珠宝 吓得差点晕厥过去 自己的儿子能挣几个 铜板的心里还是有数的 一下子看见这么多珠宝 他还以为是儿子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为了安抚母亲 柳德胜只得将自己那日 帮助归先的事情 和盘托出 赵氏听后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但在柳德胜展示了天眼能力后 相信了他的话 并且答应帮儿子保密 转眼间 已经到了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柳德胜决定到远一点的地方碰碰运气 于是进入了深山之中 一路上他也确实找到了一些散落的珠宝 奇怪的是 这些珠宝几乎是沿着一条支线散落的 而在这条线的尽头 柳德胜在地下居然发现了一具骸骨 猛地看见骸骨 柳德胜吓了一跳 但他很快平静了下来 想来这个人或许是遇到了强盗 山贼一类的人 一路逃到了这里 最后却还是没有逃掉吧 柳德胜叹了一口气 看白骨化程度 这人至少死了五年了 生前遭难 死后也不能埋入自家祖坟 被抛尸荒野 柳德胜感到了深深的同情 柳德胜想 既然知道这是拿了人家的珠宝 那自己不如做件好事 好好安葬了人家 他替那个可怜人收敛了骸骨 当他近距离观察那具骸骨时 发现他的手上 居然还紧紧握着一个预斑纸 柳德胜费了好大劲 才拿出那个斑纸 发现上面刻了一个好字 旁边还有一朵梅花的图案 虽然知道这预斑纸很值钱 但想到对方都快死了 还紧紧握着它 想必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柳德胜还是选择将 玉斑驰与骸骨一起下葬了 次日一早醒来 天眼能力果然已经消失了 但这一个月里 柳德胜找到了大量的珠宝 所以虽然有些失落 但他心里也清楚 就此打住是最安全的 利用这些找到的珠宝 柳德胜辞掉了放羊的差事 带着赵氏去了另一个镇子 毕竟原来的地方熟人太多 自己也不好一一去解释 自己是如何发迹的 还会有麻烦 于是干脆找了个借口 说在外地另寻了一个差事 连也搬家了 有了这些钱财珠宝 柳德胜置办了大宅子 并且也学别人做起了生意 并且开始用药调养赵氏的身体 带到柳德胜成年时 赵氏的病也几乎得到了根除 后来柳德胜娶了镇上一个 客栈掌柜的女儿冯平儿 冯平儿长相虽然不算挺好看的 但她性格好又非常勤劳 深得赵氏喜欢 柳德胜也喜欢这样的贤内住 婚后一年 冯平儿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柳德胜为其取名柳少乐 然而在儿子出生后 柳家却开始接连出现怪事 最开始是柳德胜开始接连做噩梦 精神变得萎靡 然而奇怪的是 每当自日柳德胜醒来时 他对梦中的场景都毫无印象 只有自己做了噩梦这一认知 在他的脑子里盘旋 每日醒来都大汗淋漓 接着 家中的生意也接二连三开始出现问题 要么是手上的商铺被人莫名其妙找查 要么是卖出的商品出现问题被人找上门来 一次两次还可以说是意外和巧合 但这种事情频繁发生 让柳德胜不得不提高警惕 他严格对卖出东西进行把关 然而问题依然频繁出现 叫得他焦头烂额 如果不是自己的问题 那么难道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吗 做生意的人 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对手越少越好 柳德胜也找人调查过自己的几个同行 但都没有任何收获 这让他更加疑惑 而最大的问题 则是出在自己儿子身上 柳德胜发现 自己儿子长到了六岁 却很少开口说话 也不如同龄的孩子那样活泼好动 柳少乐会长时间的盯着一个地方动也不动 别人喊他的名字也没有回应 又一次柳德胜出门时 冯平儿抱着柳少乐前来送他 临上马车之前 他突然回头看了一眼两人 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而他的目光刚好与柳少乐对上 那一刻 柳德胜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他发现 柳少乐正用一种阴冷的目光 死死盯着自己 柳德胜猛地收回了目光 逃也湿地钻进了马车 这一整天 他都坐立不安 晚上回家后 他躺在床上也是辗转反侧 旁敲侧击地问冯平儿 柳少乐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 冯平儿的回答都很正常 家中给柳少乐请了先生教启蒙 除了学习 其他时候柳少乐就是在院子里玩乐 柳德胜没听到自己想听的东西 叹了口气 既失落又庆幸 然而那日柳少乐的眼神 还是如此一样 梗在他的喉咙里 让他坐立难安 但这种事情 他也不好与赵氏和冯平儿明说 毕竟自己也没有任何证据 他听自己的生意伙伴说起过 有的孩子与父母的八字相冲 就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灾祸 这种情况只要去庙里找到长 破解一下即可 于是这日柳德胜带着早就准备好的八字 到了山上一座庙里 找到了那位道长 谁知那位道长看过了八字以后 只说了一句话 灾祸从土中来 破解之法也在土中 柳德胜还想再问清楚点 高僧却不再多说了 无奈 他值得先返回了家中 高僧说灾祸从土中来 柳德胜很自然就联想到了 自己曾经开过的那一个月天眼 那些让自己发迹的珠宝 不正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吗 难道说是自己的这一行为 招惹了哪路神仙 但当时自己是严格遵照 归宪的要求去做的 那三条禁忌 自己也是一条都没犯 为何还是会招来灾祸呢 种种问题 柳德胜都不得其解 再加上心中着实苦闷 回家后 他还是找来了赵氏与冯平儿 将这段时间自己的发现 河畔拖出 赵氏因为以前就知道天眼的事情 显得相对冷静 冯平儿则是吃了一惊 尤其是听到柳德胜怀疑家中的遭遇 都与儿子柳少乐有关 一下子就慌了 相公 乱是你的儿子 又那样小 你怎么能怀疑他呢 逢平儿不住地抹着眼泪 柳德胜倒不是觉得 柳少乐自身有什么问题 只是觉得 儿子可能是被什么脏东西给附身了 然而眼下 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要不 先把乱送到别庄上去住一阵子看看 柳德胜想 如果柳少乐走了以后 家中还是怪事不断 那这些事就与他无关 但如果那些怪事也就此中断了 柳德胜可能就要另寻他法了 事到如今 冯平儿也只能先答应了 他决定陪着柳少乐一起去别庄 柳德胜也没有反对 只说一个月后会接他们母子回来 然而还没等到次日早上 半夜里一群官兵就冲进了柳家 带走了柳德胜 知识连夜提审了柳德胜 原来 柳德胜名下的十四里卖出的食物 导致了大量中毒事件 其中就包括 知识最喜欢的小妾 晚上也是上吐下泄 腹痛难忍 这样大规模的事件 甚至还波及自身 知识当然不会怠慢 于是他连夜提审了柳德胜 但柳德胜对于这件事 也是一头雾水 更何况他向自己十四里出售的东西投毒 自己也得不到好处啊 只是此事之事 也找不到投毒者 波及的范围又广 值得先将柳德胜收押 给外界一个暂时的交代 柳德胜被关入了牢房 好在冯平儿给牢房的看守塞了银子 他没怎么被为难 但这事儿真是越想越不对劲 自己刚说要将柳少乐送走 转眼自己就出事儿 很难不让人将两件事联系到一起 此后几天 知识又多次提审柳德胜 胆君无所获 然而碍于民意 也无法将柳德胜直接放了 对此事之事也非常头疼 柳德胜值得在狱中耗着 他自己也担心会遭遇什么不测 于是让冯平儿带着赵氏一起过来 告诉两人 自己在老家的那座宅子地下 还买了一点珠宝 如果自己真出了什么事 他们用那些珠宝省吃俭用些 也能过完下半辈子了 二人听了 无不低头吹泪 晚上 柳德胜在甘草堆上睡着后 做了一个梦 梦中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对他拱手道谢 柳德胜一头雾水 他不记得自己曾与这位青年见过面 青年人道 十年前在柳家村的后山上 您收敛了我的遗骸 柳德胜恍然大悟 原来这位青年就是当日自己发现的那具骸骨 青年道 原本我被抛视荒山 变成鬼后也只能日夜在山间飘荡 没想到 恩人您替我收敛了我的遗骸 让我可以去转世投胎 柳德胜听到这儿 还有点不好意思 表示自己也拿走了青年的那些珠宝 不值得这样的感谢 青年却说 人死之后万事皆空 更不用说钱财那些身外之物 青年到了地府后 判官说他是实事善人 准许他在阳间的城隍庙 做个城隍神 而他回到阳间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报恩 见柳德胜深陷淋雨 青年表示他可以帮忙 只要时候 柳德胜将御班纸 交给前来的芝州大人即可 青年说完这句话 柳德胜就醒了 又过了几日 柳德胜从牢头那得知 芝州大人来了这里 说是要接受投毒案 说的也怪 芝州来了以后 案件很快就有了飞速进展 不仅很快抓获了下毒者 那些中毒的人 也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堪称奇景 而柳德胜也被带到了芝州的面前 他一抬头就明白了一切 这芝州与青年 长得起码有八分相似 而且也幸好 果然 好之舟开口提到了自己 十五年前失踪的弟弟 并且向他讨要弟弟的信物 柳德胜小心翼翼地询问 那是不是一个刻着好字 还刻有梅花的玉班纸 好之舟也变得激动起来 连连道 原来那梦是真的 原来好之舟得到了弟弟的托梦 让他去帮助一个叫柳德胜的人 洗刷他身上的冤屈 弟弟还说 那人是替自己收敛了遗骸的人 若是不信 可以向他讨要信物 自从弟弟十五年前外出求学 杳无音讯后 母亲就一病不齐 好之舟这次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没想到梦里说的全都能对上 柳德胜不敢怠慢 连夜与好之舟一起回了柳家村 他当时将青年葬在了自家祖坟旁边 挖开坟一看 遗骸和玉班纸都在 好之舟带走了弟弟的遗骨 要让他葬在自家的祖坟里 经过这一场风波 柳德胜终于回到了家中 赵氏和冯平儿抱着他就开始哭 柳德胜也不敢再提将柳少乐送走的事了 只是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 便去拜会 闲聊间 二人发现他们竟有同一个故人 陈皇神将发生在柳德胜身上的事 告诉了龟仙 龟仙一听便赶了过来 龟仙提出要见一见柳少乐 柳德胜便让人将他领了出来 龟仙抱起柳少乐 最终喃喃念叨着些什么 接着放下他 又将柳德胜拉到一边 你儿子是那日的蛇妖转世的 他要报当日被杀之仇 要败光你的家产 柳德胜已惊 真相竟是如此 那日道长说 灾火从土中来 他就只想到了地底的珠宝 却忘了蛇类也会钻到地洞里 龟仙见得一脸惶恐 赶忙安慰道 你放心吧 方才我已经消除了他的戾气 不过 以后你还要多做善事 广结善缘才行 柳德胜喜不自胜 连脸大赢 这之后 柳少乐果然变得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 而柳德胜也开设周铺 接几穷苦百姓 一家人终于无病无灾地度过了一生 还是要有趣的 吧 这就是 不过 我们的照片 其实 四个照片 至少 我们的照片 我们 熄片 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照片